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他了, 是他這個湯豬凳 殺死我大孫, 他謀殺真虎 查他了, 查他了 坦人 大哥的死不關大嫂事 是他自己自尋短見, 與人無由的 東正如果不娶這個湯豬凳 就不會死 要不然大嫂丹給桃甲 我們早就已經三餐不計了 他來贖罪而已 我們桑甲沒有欠他 太安人是我桃甲, 你罵我是應該的 但是你不要動氣了 不用在這裡貓哭老鼠 夠了, 大哥全下有知都死不瞑目 激死我了 太安人… 包大人, 我先扶太安人進去休息 失陪 這位老人家果然鍾氣十足 對不起, 我也不想丟人意厭 老人家沒有這個孫 受了刺激才會亂說話 你相公為何會自尋短見呢? 東正他不甘落底 留下了一封遺書, 就不知所足 他就連廝守都找不回 我怕他無主孤魂, 猶利浪蕩 就幫他立了一個衣冠重 你肯定他已經新骨? 如果他還在新, 他也不來找我 我只好當他死了 胡國葉是三年前的狀元 梁守忠是六年前的 兩個都是中他之後被人打頭致死 那兇手應該是這樣殺人 兇手以為神不知鬼不覺 但最終都是露出馬腳 兇手一定很痛恨狀元 公孫先生一再落底 你也一定很憎恨狀元 難道 我不是落底 我是出師未至新鮮死 公孫先生辯堂後會病逐兩個月 你已經沒力殺狀元了 是要提辯堂的 梁守忠他錢財武失 似乎不是謀錯害命 為何屍體會趴在棺材底 而不是養我呢? 唯一的解釋是死者站在坑邊 後腦受到猛烈撞擊 整個人跌倒進坑裡 有沒有留意墳地旁邊的墓碑? 沒有 其中一個就是桑東鎮 桑東鎮是沈青的丈夫 六年前, 梁守忠和桑東鎮是同期附巧 會不會是梁守忠去派授桑東鎮的時候 遇襲呢? 有可能, 繼續推斷 之前沈青說他幫夫君納衣冠寵寵 但是泰安人就說他是謀殺親夫 又會不會在官場裡真的有屍體呢? 衣冠寵內理應只有衣服 沒錯, 本官已經派人開官 的確沒有屍體 大件事了, 盧凡一人致盡 死者是打火反撥, 割頸自盡, 割行極深 下手的時候毫無猶疑, 死意義的 牆上的字應該是死者用自己的血寫 死者叫做婉父, 河東陽平日 是由外省來到汴京附巧的士子 他搶劫錢莊, 不過最終失手被困 他還指名要二千兩 一個藥質書身, 為什麼跑去搶劫呢? 一定是路途遙遠, 盤前已盡 所以聽而走險 由外省來附巧的士子 他自己也有銀行之助 怎會不顧前程去打劫 還只是二千兩, 非常可疑 聽著, 立即調查 婉父入城之後的洞行 你明白 救命…要上交 救命… 有姜姜在這裡, 絕對不會被你殺 你救人要殺人 是向上都不是向我抓 快點, 快點, 快點 快點, 快點, 快點 快點, 快點, 快點 紅衣服、紅褲, 你很大怨氣 玉鳳, 無端白事 怎麼搞得有原諒之春? 你…你冤枉我, 落春藥 春藥? 我大哥是鬼仇, 我明知被毀 以後我還有什麼未見人? 我不死也沒用 既然你是冤枉的 這麼近開封府 為什麼不去擊鼓明淵? 阿清, 你也不相信我 我怕你幹什麼? 都說在人前, 要叫巴大人 真的不是你做的? 不是, 真的不是… 巴大人 好, 既然不是他做的, 今天人齊 對, 到底誰在我杯茶裡落藥? 男子漢大丈夫, 做得出不拍應 沒做過 沒做過 包大人, 我幫你查過了 我們這邊全部人都沒做過 難道是我自己落藥? 最近怪事連結 你們說開封府鬧鬼, 以為我不知道? 我那個墨顯和京堂木在哪裡? 說 其實我也不見了一把匕首 我知道無極錦棋, 都被人偷了 我也不見了左腳, 馬上… 我也不見了一個枕頭 我也不見了一個棗木梳 還有我的肚子 不關你的事 會不會真的有鬼嗎? 哪有這麼多鬼? 鬼見到包大人都害怕 現在是閉門失事 賊人一定盡在府內 包凡, 你給我生物時間 我一定可以幫你查到 不必了, 本官馬上破案 好, 開封府那套賊, 就是僵僵 我都說不見了那個墨顯來 你看看你, 整腳都是墨水 你裝物在哪裡? 拿出來吧 捉賊拿倉? 墨鏈又不值錢? 這件事?我偷來幹什麼? 真是冤枉啊, 大人 挺身出來的左手 還有右手 真相大白 裝物就在後院 你很厲害, 請 搖包, 大人 冤枉啊, 我…發毒誓 毒誓可免, 我們去後院看看 是 說吧, 裝物收藏在哪裡? 我真的沒有偷東西 你們別冤枉我 大家到處看看 哪裡有回過的就是裝物收藏的地方 知道… 你要我兄弟勞思動眾 如果真的是你偷的 要將你所有無法不掉 我一定相信阿晴 他說是你, 偷上一定是你 舉頭三尺九十五 真是不是我偷的 臭個茅廁 有花瑜 真棒, 下次一定我會找到 真的在這裡 大家看看裝物是不是在這裡 大人, 你的經堂木 我的外鄉 賊公你也挺膽膽的 不可能的 請, 你的物件 不是我偷得也在這裡 先說 這是什麼? 是賤聲嬌, 吃了會令人意亂情迷 原來落藥的人是你 不是… 原來真的是你害我的 你弄得阿晴不相信我 弄得我欠你明信開豐虎 姜瑾, 你怎麼會這樣害我? 沒有…沒做到 放開它 你知道我是冤枉了, 你相信我吧 我也是冤枉的 什麼賤聲嬌, 我聽都沒聽過 這裡的東西不是我偷的, 包大人 證據確鑿你無恥狡辯 拉他進牢房 是, 包大人 包大人, 不要, 這是冤枉的 不是我偷的 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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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居面把鬼放在身上 看不到我們 裝神弄鬼, 讓我試試他 斬 斬 斬 連我拆他的雙眼他都不剪鼻 看來他真的看不到 好 fifth 好 好 你怎麼這麼昏 Aud? 好, 好 好, 好 依靜的是 Next 打到 trail 這個都是其他人開閉 啊, 這不至乎 你都是碰讓他們探移 逑 seen 一 jestem sociedade 怎麼你們會知道的? 你看,眼底發青污名合水 嘴巴最好,很重 但是晚上睡覺 那時候起來偷東西,睡眠不足 其實大人你每次罵姜錦 他也眨眼揪手 顯然是長期焦慮不安 這條圓拉得太緊,不就緊出病了 應該是 班辰第一次來到開封府 就罵他體無怨夫,真可憐 姜錦發病是因為科舉其筋 他惡夢連連,我已經查過了 原來每次科舉他都會應考 跟我們公孫先生一樣 每一次都會落地 姜錦考科舉? 他橫體怎麼看,都是粗人一鳴 以貌取人,失之子愈 他懂得的字隨時比你多 失極 大宋仲文興武,誰不想考科舉? 他想做官 所以夜行都來公堂學人審案 就是說,姜錦病發與本官無關 是,想避 主人還是你迫得他太緊,罵他太多 科舉其筋也只是說上加傷 都說不關我 不關你事嘛,口頭被辯了 姜錦也有大志 莫弟已經夠慘了,還被包大人罵 他只是怕地位不保而已 那我們要不要叫醒他? 沒有,你現在突然叫醒他 他可能經方過度,臣子失常 有他灑,灑到累就睡了 明天找大夫來看看他 是,打大人 來吧 恕我直言, 人心欲造 少罵幾句僵僵就當跡腹吧 男人大丈夫, 臉皮紙這麼薄 幸好他只是偷雞摸狗 如果他拿刀劈人, 真是大件事 那倒是, 慢著, 你竟敢教訓本官? 是勸諫的, 這樣也不行 行, 少罵兩句 吠什麼吠?要為人聖母? 都說人心欲造, 狗是有靈性的 你對他好, 他自然對你肝膽相照 人狗殊逃 沒有, 總之…人心欲造 我現在對他很差嗎? 我都沒吞他下肚子 帶你進房間 走, 下來吧, 坐在這裡 你還要吠嗎? 扮可憐博同情, 現在是圓形不露 三刀兩面卑鄙小人 你再吠吧, 再吠我餵你吃狗肉 老鼠 過去走… 嚇得我深光仔勃勃跳 原來幫我捉老鼠 馬上隨死害, 算你有用 地下這麼冷, 衣服你穿著睡嗎? 吉祥… 這兒是你的床 我是想法分明的 你這麼乖就長你的雞肉和牛骨吧 你這麼乖 春梅大地, 萬物生長 連動物都出來曬太陽 你說呢, 如果捲得到夜裡就好了 你們小時候 爹都經常帶你們去捲捲 是呀, 年紀小時候吧 一家三口共聚天倫, 行不行嗎? 好… 我們大家比鬥一下 看看誰今天的收穫特別多 好啊 那就先發職人, 後發食塵吧 好, 追 喂, 怎麼這麼耍耍的? 好, 追 不要射, 童仔這麼可愛 你經常擠我 擠更自由, 又可以偶搶嘛 小心 小心 姐姐 你沒事吧? 多謝雙舊 原來是鐵飛揚將軍, 你好 雲兄, 怎麼這麼臭 你們也來打獵嗎? 不如一起吧 好…我們就可以欣賞到 鐵將軍的百步穿揚 也好 原來…認識嗎? 小女千語, 乾女兒曉辰 兩位千金位則難心 根覺不讓素眉, 佩服 不敢當, 我們兩姐妹自有雜母 七歲就拆罵 我十六歲就殺場殺定 我殺過不少人 不…是, 救過不少人 很多年前 爹從西域買書回經的途中遇到山賊 行得鐵將軍出手相救 我和雲兄弟, 你簡直是一見如故 說你們不知道 鐵將軍乃是帳門之後 為我們大宋屢見其功 失禮了 第一場戰爭就打揭丹大軍三十萬 我方只有十萬 於是我就身先自卒打途陣 先領兵將敵方掃平五萬 然後敵方追援兵十萬殺字 我就守則寶刀 將敵方的頭腦一一斬掉 最後都帶聲而會 真的嗎? 第二場戰爭就打西夏十五萬大軍 我方也有十五萬 即是打了六個時辰 就將對方殺到片甲不留 第三場戰爭, 打南塘大軍八萬 我方也有十萬, 簡直實力懸殊 最後還是我們打贏了 好厲害, 失陪一會兒 專業…你去哪裡? 小姐 跌將軍快說到最精彩的一段 你忍著吧 忍著忍無可忍, 再忍傷身 你慢慢忍 我現在說第十二場戰役給你聽 稍後我再說一句 因為這場實在太精彩了 好 當時我騎不戰馬就一直向前衝 你幹嘛?你耳朵不舒服嗎? 我按著對耳 也聽到鐵將軍的聲音 別異氣了, 自己先走了 你看不到嗎? 什麼? 爹借手力為名 故意用銅錢射我的馬 讓鐵將軍英雄這麼美 厲害, 姐姐, 這樣給你看穿 雲老闆算是用心良苦的 對了, 那個鐵將軍威不威目? 他, 樣子不錯, 武功還很非凡 看來也有權有勢 可惜言語佛味逐不可耐 還悶過包克子 不是, 包大人一點都不悶 他財師敏捷, 還舉一番三天 各位… 凡卷差有喜… 你真是大膽, 射我隻馬 你不怕弄傷你的女兒 芊兒, 我算過了 你知不知道人家武功高強 一定會化險為儀 你讓我先說好消息 不再說 我和鐵將軍志趣並不相投必成怨偶 你還是叫他及祖令脈加偶 雖然我邊門已過 但情感這件事, 我也是鏡花水耳 我何時有說過鐵將軍要娶你? 原來只是一場誤會 你不用擔心 非也… 原先我打算是吹合鐵將軍和千羽 誰不知鐵將軍情有獨鍾的是曉臣 鐵將軍事實有餘, 這麼老? 成熟穩重, 事業有成 人家是將軍, 我們高攀人家就真 所以決定這次的軍事 一定要鋪槍大搞 有, 各位街坊, 我們盲卷仔有喜 恭喜二小姐 恭喜二小姐 不准公 爹, 你有沒有問過曉臣? 曉臣 爹不是逼你, 正所謂良緣天注定 你自己說, 好還是不好? 好, 哥哥決定的, 一定是好的 乖女兒… 你怎麼這麼… 幹什麼?你今天這麼沒心力? 休息一下 沒什麼, 我沒事了 我知道, 一定是你的無底凍肚子 幸好我早就有準備 是 你怎麼變出來的? 不知道, 再厲害也有 好厲害, 為什麼你可以收到這麼多東西? 我真的完全看不出來 我試過, 你知道嗎? 我連一副馬吊都可以收起來 是 真的嗎? 是 那你現在有嗎? 現在還沒有, 下次教你, 先吃東西 好, 我也想學 稍後我就教你一招新的雙薄招式 我相信這招一定可以打到蔡瓜叔 坦坦要 謝謝你, 幫我想了這麼多招式 必定花了你很多時辰 花 媽媽 但是, 我不打了 為什麼?你練得這麼辛苦 還有, 你不是很想贏上金嗎? 不用了, 我乾爹很快就會收到很多禮金 你嫁人嗎? 我乾爹幫我找了住好老婆家 我很快就當人娘子了 對了, 誰這麼幸福可以娶你? 鐵飛揚, 大將軍 是哪兒 平時有很多事要說的 有什麼想說就說吧 沒有, 我還在想 何志平說沒有帳簿 肯定他是說謊 怎麼問兩句就走了? 已經有答案了 什麼時候? 是, 你沒有留意嗎? 沒有, 我真的沒有 吃雞肉, 穿絲綢汗衣 沐浴日子而過, 但身上還有糟糕味 就是說說沐浴, 坐牢坐成這樣 你也去試試 明白了, 只要文康這麼富貴 真多得他外父 包大人, 有失怨刑 朝文康 開封府驗證調查一宗謀殺案 需要你的岳掌 萬通錢莊的帳簿助查, 請你合作 可惜小民手上並無帳簿 你說得遲 岳掌的事, 與我何干? 你用的, 住的, 吃的 全部是你岳父貪贓枉法得罰 帳簿就在裡面, 交出來 我說沒有就沒有了 包大人, 你又無憑無居… 你… 我就搜 搜不到, 我就把這裡剷平 然後連根拔起 來, 去吧 堆積如山的罪證, 從何入手? 很簡單 只要找胡國葉三菱寺 續葉揭一定會找到 續葉揭?要揭到什麼時候? 只要有恆心, 鐵柱磨成針 三菱, 有沒有想過何志平要搬走證據 一定急著把帳簿擺進箱中 次序必定大亂 明白 我現在嘗試 躲進何志平的意境和想法 看看會不會容易找到 何須如此複雜 按連順序也不行 對 你說, 我們要找到胡國葉所有出入像記錄 包括他的妻子、近親, 也要一一查核 天使這麼多人, 那豈不是要去查? 獨力難知, 就找人幫忙 你抓賊的時候 也會想想賊人的逃走路線 你跟對手過招 也會想想人家下一招出什麼 為何去查案, 你就綁手綁腳? 我又想的 不過是不夠你跟龔孫策想得這麼快 叫你多讀書, 開卷有益 告訴我, 這兩個是什麼字? 絕東 是帝東, 帝東在東, 莫之禁止 少壯不努力, 老大途相悲 去高昌之前給你的那本書呢? 看完 我看見摺在桌上 沒有 真的沒有? 沒有 真的沒有? 沒有 算你又責任心, 休目都回來 過來幫忙 吉祥不見了, 有沒有見過他? 沒有, 是不是在後院玩而已? 開封府我找人, 九毛也沒有一條 人心肉組, 一定是你罵他離家出走 是不是你收起來? 我沒那麼無聊 我是來幫忙查帳簿的 來, 等一下, 替我找吉祥 吉祥不見了嗎? 我昨晚才跟他玩完 還說?走吧, 來… 記住, 人心肉組 吉祥… 這樣大海鬧心很難找的 他當然是發脾氣躲起來 吉祥… 吉祥, 你出來吧, 吉祥 吉祥 我不再罵你以後 以後當你如煮如捕, 好沒有? 吉祥 你…你不見了一個兒子嗎? 我不見了那隻狗 對了, 大嬸 你有沒有見過那隻身白色 兩隻小黃色, 臉壞壞, 整天廢人的狗 像樣了 我剛才看到狗肉當的老闆捉了那隻狗 他一定死了 糟了 我們是不是來遲了? 你不是殺了吉祥嗎? 什麼?他有名字嗎? 他是萬壽之靈, 聰明伶俐, 事解人意 還懂得護主 人也沒有他這麼威猛 你卻連人都不如 直到人人一如豬肢 慢著 這一鍋是羊肉, 不是狗肉 你還在搞扁? 你看清楚 掛在這裡的果然是羊肉 誰知道它是不是掛羊頭, 不是狗肉 你不相信的就自己嘗嘗吧 果然是羊肉, 我們弄錯了 有怪不怪, 一場門會 實甚奉, 搞亂當 酒池半夜煮給你們吃 吉祥… 看來吉祥這次真是空多吉少 只可以順便 找不到不代表他死了的 可能他當失怒了 我馬上搜書告示尋狗 找到他重重有賞 吉祥 你回來就好了, 你擔心死我 做狗也要有交代 你下次出去玩, 留下腳印通知我 你痛不痛嗎?吃狗肉好不好? 說說小姐, 傻丫頭 事必三天真是刮目雙腔 我跟他肯定心有靈犀 只要過密神醫過關 你就可以跟榜提名 三元及弟都難不及 怎麼樣?吉祥 別來無恙嘛 吃得飽飯得好, 窩多腸上 還沒適合發圈 師父, 吉祥肯讓他摸肚 他們的感情好像不錯 我每天幫他按摩 不知多老友 神醫, 是不是可以治我了? 沒問題, 不過有一件事, 想你代勞 樂以效勞, 說吧 劏了吉祥 什麼意思? 就是劏來吃 神醫, 是不是還有什麼玄機 我們還沒堪破呢? 沒有, 有個病人沒錢交醫藥費 拿狗來抵押 他又不來熟狗了 我吃了他也理所當然了 吉祥有靈性的 也是畜生而已 那如果你要吃他 為什麼要公孫菜養三天? 當然要養得肥肥白白才好吃 我怎麼可以下手? 為官衰作償, 吸弟必爭 你已經浪費了這麼多時間了 還有多少三年你可以荒廢? 你自己選吧 腰中狀元還是劏阿吉祥? 公孫菜養三天不可以殺 你千萬不要為了種狀元 要違背自己良心 公孫菜養三天 我是人, 不是粟生, 我不可以殺吉祥的 如果你不殺吉祥, 我就不依你 你就中不了狀元而已 公孫菜養三天 掃地恐嚇劉毅明 愛隻飛蛾沙罩燈 讓我殺吉祥, 我們冤不中狀元 公孫賊 我跟你說笑, 試一下你而已 對, 都說有玄機了 嚇得我心光仔啤啤啤跳 他日你高中狀元, 就會為朝廷效力 如果你沒有菩薩心腸 定必會禍國殃物 所以我一定要視清楚你的品性如何 神醫, 公孫賊他胸懷大志 亦都卑天敏人 你就給他機會, 他夠蒼生 我一定圍觀青年, 絕不貪贓枉法 你聽著, 你每天去鮮學 封山腰的溪箭打水 不過不可以走捷徑 牛熊會用溪箭的水為你煲藥 藥方不能透露 你每天都要來這裡喝藥 直至到科舉前夕 包你弱道病脆, 高中作元 其實有心不怕辭 反正你飆梅已過 有沒有想過做眾師? 沒有, 無緣無緣無故做什麼眾師? 說到底, 我很快就高中狀元了 憑實力, 搬拜山品 比你更快要出嫁 那到底誰輔助包大人? 展昭還未成氣候 你做了眾師就可以幫到大人了 桑東省? 神清的小叔? 又如何? 日光日拔和女子拉拉扯扯的 科舉在職 事只應該眼觀鼻鼻觀心 心無雜念, 不近女色 她實在是辜負家人期望 她為什麼會給銀子那位姑娘? 自古文人多情 可能對方有困難, 等錢解困 那你需要不要說開心明治? 閒事休館, 無事早歸 將來你嫁了 我看見你呼君的記者 我也不會跟你說 將來你妻子紅衡出場 我一定寫上萬步唱衰你 不過你這麼厚醜, 應該不會有人嫁你 我才高八斗 尋常女之外, 也不放在眼內 不過看你的款式也不會有姻緣 加上女生男上, 不罪眾司浪費了你 碎碎不憂, 你真的很煩 考慮一下, 考慮一下 看喜歡哪一款酒 這款不錯, 就這款吧 曉辰擺酒這裡, 爹想多訂一百呎 好, 你訂多少, 我就送多少 對了, 你平時一個人送貨這麼辛苦 你不叫小姐幫忙嗎? 東城他在陸藝書院那裡跟老師讀書 他要準備科舉 所以小事我都不會打擾他 陸藝書院人才背出 要花很多錢才可以仇教門下 有件事我想拜託你 我想買了狀元芳他 你又認識人這麼多 不知道會不會人願意出二千兩元 買了他呢? 狀元芳生意這麼好, 你幹嘛賣? 你要為叔仔交學費? 桑家只剩下他一顆男孫 為了他的前途 就算賣掉我的嫁妝, 也無緣 我知道東鎮如果一眾再生 他也一樣會這樣做 最怕你好費心思而已 怎麼會呢? 你不怕東城一朝得智, 過橋抽辦嗎? 長嫂當武 我們這麼多年來都相依為名 他一定不會這樣做 事可忍, 屬不可忍 有件事我不想瞞你 天子者與天地插 古得背天地, 見你聞物 你背禮記作什麼? 你, 我是問你, 窮則獨善其身 淡則兼善天下, 是對的錯 大嫂?大嫂, 你找我有事? 老師, 科具章志 東城有沒有勤勞公讀書? 是嗎? 東城他年紀尚慶, 專注不足 或者你再練三年之後 再去應考美上不是一件好事 老師的意思是, 東城會落底? 大嫂, 寒昌虎俗數十年的事只大人在 有哪個保證一定會高中? 你一定要高中 老師, 我求求你, 你幫幫東城 大嫂, 我幫幫你吧 我讀書少, 但我也知道葉精於勤荒於稀 你來幫我, 不如花多點精神在讀書上 我根本就是容財 你記不記得你答應過我什麼? 所謂私書對我來說都是忽倫吞祖 你不要再花錢在我身上高 我不要再去六位書院了 難道你花錢在那個女人身上就行? 有人看到你們拉拉扯扯, 還還給她銀兩 到底那個是什麼女人? 她是小玉 我們從小玩到大, 你知道我跟她數有來往 你學業未成, 你談什麼成家? 她爹欠債, 要她成親 我再不諾文定的話, 她就要嫁人了 我不想考慮她, 我只想娶她為妻 你為了那個女人, 連前途都放棄了 我不是讀書的材料, 我真的很辛苦 我看到本師就想死 你不要再逼我, 我受救了 那我呢? 我含身如虎為了什麼? 無論是燒桃, 賣酒 好, 多辛苦我都無所謂 大安人說我是湯豬燈 嚇死東鎮, 我都忍 因為我希望你一天會成床 降中遙早, 我何去何從 大嫂, 你這樣有何苦呢? 別傷心了, 你想我怎麼樣? 我明白的, 我改吧 大嫂, 東鎮已經令我心如癡水 為何你要感知他? 為何你要這麼長進? 為何你要這麼知私? 我明白的 包大人 莊夫人, 你認識胡國姨媽? 我記得她是三年前的新科狀元 她還沒做狀元, 之前曾經去喝酒 她是好的 我們都是點頭之交 三年前, 狀元芳經營不善 你將她得入給囚店舖 是胡國姨幫三夫人屬回來的 三年初十, 芝時 郭劍支出三千四百一十五兩 而在同日, 五時 囚店舖的入帳都是三千四百一十五兩 難道事有臭效 這樣也可以定我罪? 屬舖的人兩是如何得來的? 是嗎?你和胡國姨根本不是點頭之交 沈青, 現在懷疑你和梁忠 狀元凶殺我有關 請你跟我們回開封府接受陸問 我親眼見的, 那個死鬼狀元 三年前就是被阿清洩魄勾魂 你認識胡國姨? 不認識, 說就說來喝酒 我實在就是來和阿清鬼魂 你是不是親眼見到他們二人鬼魂? 我親眼見到他們拉拉斜斜 是法庫, 和人拉手拉腳 還不是九上雅坑? 本官問你, 三年前, 四月初一那天 你記不記得沈青在哪裡? 記得 這麼久的事你都記得? 記得, 那天下鬼死那麼大雨 屋頂又流水, 要找人幫忙 那個淫婦就說要去探人 是不是分明和我作對? 還搞到第二天才回來 沈青回來之後, 有何一樣? 臉青青, 失魂落魄 可不是謀殺了那個姦夫嗎? 你們別相信太安人 大小對大哥是一條心的 你記不記得 三年前的四月初一, 你去了哪裡? 我記得我那段時間 在陸藝孫那裡讀詩書 大哥死了, 大嫂一直為他守折 供我讀詩書 他為桑家已經心力交稅了 那你知不知道 胡國葉借了一大筆銀的審查? 大嫂不會因為那幾個錢而殺人 如果在元方真的出現什麼困境 我們就把你打給他賣掉 太安人真的這麼說? 你認不認識兩位死者? 你認識我嗎? 他們都是來光顧的走客 梁守忠是我先夫 六年前同屆考科舉的朋友 包大人, 務員五座已經帶到 草民關炳參見包大人 關炳, 認不認識這位婦人? 認識是我幫他亡夫做衣冠寵的 本官問你 六年前五月初四個人發生過什麼事 你可記得 梅大人 我記得一名男子和桑夫人 一前一後來過 但之後只有她一個人出來 你肯定? 是, 因為墓地只有一條路出入 有人出來的, 我一定會見到 好, 你可以走 兩個人任務完, 只有一個人離開 你有何話說? 包大人 你不用大廢周章 兩個都是我殺的 要是, 你可以走 我的心理 你不喜歡 有什麼問題 自己沒有, 你不要有 有一毛 是不是 你會想去 我會見一路 有什麼事情 夠不可以 人在变 贪不厌又穷衰 谁将我 丰富都未会追 找真相无畏惧 不借求被赞许 从未悔 只因爱是无罪 从未愧 心交结若清水 这位丧家一家三口 个个都有所隐瞒 我已经心无可戀 我不想再狗斜偷生 你这有何苦呢 你可以重新再来过 还有大把路可以走 如果隐瞒真相 沈青的死路一条 如果被我选 我会选择求一个公道 我要做仲师 变经第一类仲师